11月10日上午,四川宜宾翠平区一名三岁幼童从16楼坠落身亡,妈妈回家看到人群聚集,才知自己孩子出事。 记者了解到,事发地位宜宾三江新区某小区。 事发后,警方第一时间出警处置,初步鉴定为自然坠落,排除刑事案件可能。 网传信息称,11月10日上午11时许,四川宜宾翠平区一小区内发生一起儿童坠落事件,一名约三岁的儿童从16楼坠落。 据小区业主称事发时孩子在家睡觉,母亲外出回到小区,看到人群聚集,才知道是自己孩子出事。 事发后,民警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,社区工作人员,小区物业也陪同赶往医院。 小区业主原本计划为小孩筹款帮忙,但最终孩子因抢救无效身亡。 当时幼儿母亲外出买东西,家里没有其他大人,只有孩子一人在家,因此无法得知幼儿坠落的具体原因。 事发后,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出警处置,同时刑警大队介入勘察现场。 初步鉴定是自然坠落,家属对此结论无意义。 当地警方将通过喇叭、传单、新媒体平台等再次对居民进行宣传警示,尽可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